岑子健 今早大概7点前6点多 我来到这里设计场的时候 是令我非常之震撼 因为来到这里 已经是有过万人 我知道昨晚大家用了很多 很聪明很有智慧的方法 有朋友唱圣诗 有人祈祷 有人读剧本 有人在这里野策 大家公民自发做了很多东西 令到我们今天这个场面 非常之虚核 也都很克制 很和平地 尽量去 令到我们这个金钟是逼爆 形成一个包围了立法会这个场面 我们觉得 大家是成功令到梁君彦 是取消了今天这个会议 这个是公民自发运动的成功 对不对 但我要提醒大家一样东西 建制派梁君彦是有权力 随时在今天任何时间恢复的一个会议 所以我们的市民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是不是 如果要我们结束集会 只有一个时间 就是林郑宣布撤回这个引渡条例 是不是 是 我今天想跟大家说 今天我和毛孟静议员 我们两个都不是召集人 虽然我是民阵召集人 你是议会召集人 香港只有一个召集人 那个就是林郑月娥是不是 是 今天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林郑月娥 召集出来是不是 是 如果要解散我们的人民 就只可以由林郑月娥去解散我们 是不是 是 千回引渡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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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群众自发 去举办了这场运动 民阵是我们这场运动里面的其中一个台 我们民阵会坚守我们的原则 就是举办一个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运动 去让一些追求安全系数很高的市民 可以一同在这个运动里面出一分力 我们民阵已经是入了指通知警方 我们这个龙会道的行人路 是我们民阵集会的场地 警方也都给我们容议在这里 去设置我们的舞台和音响 虽然我们没有得到不反对通知书 但是同时警方也都没有反对我们的集会 就是说我们这个集会是合法的 所以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过来我们金钟 龙会到这里参与一个合法的集会 我们民阵会尽力去支援任何累的人 任何因为整个香港而跌倒 因为这个香港而受伤的人 来到我们这个和平集会的地方 只要坐下我们希望警方不要去打压一个合法的和平 就会有没有 有 有 我们要记住一样东西 一天林郑被宣布撤回这个引渡条例 我们是不会离开 我们更加要呼吁我们的市民 罢工罢科罢市 我们很鼓舞看到昨天四大的律师行是弹性上班 四大会计师行 四大会计师行是已经宣布可以弹性上班 汇丰 渣打 和恒生 他们都宣布了弹性上班 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国际的大企业 一些非常大的很重要的机构 都响应了我们这次这个运动 让我们群众出来捍卫我们的香港 我们要呼吁更加多更大的组织 更大的机构更大的公司 是响应我们这个运动 令到我们全香港的市民 都可以出来 告诉我们的全世界 告诉林郑知道 告诉建制派知道 香港人是要反对这个引渡条例 我们民阵未来也会尽量做好这个支援的工作 提供一个和平理性合法的地方 去给想和平理性合法的人 可以来到这里 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进来 我们希望大家知道 我们的群众是有力量 因为我们已经令到这个会去到现在都开不成 只要大家坚持下去 我相信如果政府不撤回这个引渡条例 我们的人民全不撤回 是吗 是 希望大家叫更多的人进来好吗 好 好 之后我们交给议员去讲 各位 会有人说 他今天的会不是取消 他事实是没有用取消两个字 但是各位 他今天会不会继续 仍然下午就可以开得成 会不会 不会 没可能的 我们香港人这样聚集一齐 听不到 今早主要是因为不够人 老实实今早11点的时候 我一直想着死了 我们是尽量不让他开会 朱凯迪啊 朱凯迪啊 就经常在说 喂 真的要想着想着想着 我们占领啊 主席台啊 我们做这样那样啊 铁链锁自己啊 我是担心朱凯迪的 一直都 结果不用做了 不知道多他条 原来这个会是不能够开 原来这个会是不能够开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的啦 那各位 我们什么都不用说了 最终最终 我们是想撤回这条这样的法例 这条这样的很可怕的 玩残香港人的一条修订条例 林郑听说 就说在一个无线的访问当中 就说她没有卖港 然后哭哦 你怎么回应她的哭啊 恶如眼泪 恶如眼泪 老老实实也都不想大家 不要走哦 尤其是这里哦 不要走哦 真的多谢大家的生活 首先是我们这么多位 现场的民主派议员 我们再次多谢香港人 感激你们声援 我们鼓个小小功给大家 鼓个大功 多谢 那各位 我们要求 和林郑对话 恶法 撤回恶法 真的要让她听到 撤回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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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她都没有什么好谈判的了 怎样谈判呢 她一个不觉意说 哦那些罪名呢 你们这么怕我撤走多几条了 你们就开心了 不是 也不是说给什么 多些人权保障 但又不写进去法律那里的 都不是 是我们不需要你再什么 什么保障啊 什么撤走多几条的东西 让你大家放心 因为你们香港人 不理解 说这些不理解 这三个字 我每次听 火都来了 我们现在要求 跟林郑对话 虽然我自己个人 不是 我们自己 所有的民主派议员 都觉得 林郑是一个 讲大话的人 是不是 是 但是 你惨得过 她仍然是香港的特首 所以 我们希望她在今天之前 我们今天之前 希望可以和她尽快对话 我们要求她 是那四个字 记不记得 哪四个字 撤回恶法 撤回恶法 我们现在相信 林郑呢 很多人在那里收封的 我们民主派都不需要 特别写封信给她的了 林郑是一定听到的 所以请大家 继续在这里 支持我们 声援我们 我们再次非常非常感激 我们在雨傘运动员的时候 我们有一句说话 We will be back 我们今天是 We are back We are back 撤回恶法 We are back 林郑下代 林郑下代 我闪了三声 不过呢 我想跟大家说 今次 这个抗争 不是今天 其实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梁君彥说的 条例 下个星期四个 如果 如果 真的 成事 这个抗争 在 金钟的抗争 是 一定 去到 这条恶法 过不了 对吗 但有一件事 我希望大家 一定要做 因为这个抗争 是很容易打散 如果有 任何 一些 泰国 大家 不想见的 暴力 场面出现 那些黑警 就会有 藉口打下来 所以我希望 希望大家 坚持 和平的抗争 但是最重要 麻烦叫所有 懂得的人来 和刚才文振说 三霸 是要靠每一个香港人 才能做得到的 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继续来 好不好 好 一定要来好不好 好 我听不到 来不来 好不好 好 再大声点 来不来 来 多谢你们 感激 好 各位 长毛 有一句口号 很容易叫的 就是 你有卖港财 我有香港人 都在这里 我一说 你有卖港财 你就说 我有香港人 大家都香港人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有卖港财 我有香港人 我 eller 你在唇港财 我有香港人 你有香港人 convention 全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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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王 林鄭王 下台嘛 林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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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這一分鐘開始 不要再有幻想 在這裏的人 罷工 罷學 罷科 不是在家裡打麻將 是你這裏 這個是罷工的意義 就是罷工不是不做事 罷工是做多些東西 你這個做東西 林鄭王 我告訴你 不撤回 你就要下台 不投降李滅王 林鄭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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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罷工 我是梁繼昌 會計師通常都不出聲 在賺錢 但是其實過去那幾天 四大的會計師事務所 都叫他們的員工 你們都是在家裡 或者去做其他事 不要回來 這個無論是直線好曲線好 其實都是站在 我們的市民的這一邊 今天大家 在這裏集會了有七八個小時 不是沒有成果的 我跟大家說 第一 梁君妍 我們現在立法會主席 到現在都是龜宿 沒有出現到龜宿 哈 立法會秘書長 陳維安 也是龜宿 哈 哈 大部分的建制派員 也是龜宿 哈 我還有一些消息告訴大家 下個星期 在外國留學的學生 跟我說 他們會全部回來香港 他們放暑假 如果 如果你們合法還不撤回 我們在這裏會多幾萬人 幾萬的學生 好 我們要做什麼 車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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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 好 各位 梁耀忠 就算我希望大家 真是為我們今天 早上圍堵立法會 一個行動成功 大家應該鼓掌自己 好 好 因為今天 是一個很重大和心軟的意義 就是第一 我們見到 我們立法會的會議 開不成 第二 我們見到 我們特區政府 它仍然到現在 都是沉默不敢出聲 就是怕了我們 是不是 是 它不敢面對我們 不敢出來回應 任何記者的問題 就見到他們 到今天為止 是慈窮 是不能夠再有任何解釋 這個都是我們今天的成功 是不是 是 但不過 記住 梁耀忠 梁耀忠 她說了 不單止 這個星期開會 下個星期 都會開會 今天不開 明天可以開 明天不開 怎麼樣 後天都可能會開 一個是持久戰來的 而今天 她只不過用一個援兵之計 這個援兵之計 是想消耗我們 我希望我們大家 不要給這個消耗 而消耗盡我們 好嗎 好 我們一應希望大家 兩個字 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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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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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 好 那各位 今朝早有 不明就類的 國際記者就在問說 喂 你這些 引渡 就真的法庭可以把關的 我只需要反問一句 就是說 你應該有留意 香港的法律界 是剛剛舉行了 有史以來 他們最大規模的一次 抗議 是為什麼 就是為 這條條例 真的有得把關 抗議這個頭嗎 什麼抗議 是不是 那個很厲害的遊行 我一講 那個記者就愚失 對 就是 怎麼解釋呢 誰搞的 Dennis Kuo Dennis Kuo 大家好 郭惟鏗 各位 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那些建制派議員 躲在哪裡 知不知道 知知地 猜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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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 你做議員 被人 被別人 被別人 被捏 做議員 要做到 怕人群 怕香港人 要躲在警局 建制派議員 你聽不聽到 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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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界的聲音是很清楚的 除了湯家驊之外 還有譚慧珠 香港的法律界 是講得很清楚的 就是不要相信她的所謂行政措施 什麼保障香港人 什麼把關 全部都是 學林鄭一句 廢話 所以 這個議會 我想跟大家講 她隨時 這些賤人 隨時都會開這個議會 所以 大家要看著金鐘這一道 全世界都看著金鐘這一道 我們繼續跟香港人一起 撤回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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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近來我最喜歡一句話 就是罵人 你不死也沒用 想不想到 胡志偉 好 大家好 好 在這裏的群眾 只是我們今天在現場的一個 很小的部分 思想一下 我們現在的人群 上到花園到天橋 佔領下角度 在整條天美道 龍和道都癱瘓了 所以 大家記住 群眾的力量是不可棄 林鄭 萬多人當我們沒有到 十三萬當我們沒有到 一百萬當我們沒有到 我們就要告訴他們 香港人是不會灰心的 我們一定要撤回惡法 撤回惡法 但是我想請大家 因為 這一個的鬥爭 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事情 這個鬥爭 我們需要有個過程 是去召喚更多的朋友 不可以讓林鄭 有任何的借口 去搞清場 是不是 所以 我希望大家 為了令到這個群眾運動 一定要以推翻惡法為目標 所以 我們要 用自己的方法 盡量去召喚 更多的朋友的參與 可不可以 可以 這個參與 大家不要看 和理非非 無容 我自己覺得 在過去這一段日子 我們有很多年青的朋友 他為了爭取公義 扶上了他的 是 頭破血流 被捕 我自己覺得 無論怎樣都好 今天我們有這麼多人在 我們有老人家 有大人 我們一定要 站穩這個責任 不可以再讓我們的年青人 頭破血流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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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用我們最大的毅力 告訴年青人 我們一定和你 堅持到底 堅持到底 撤回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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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 好 各位 我們有提罷課 我們知道大學生 大專那邊 很多都已經放了假的了 中學那邊 有點兒 哪個 那老師可不可以罷教的呢 各位 我們教育界的代表 葉建源 各位 非常尊敬的香港市民 我在這裡 向大家 置以衷心的敬意 今天回來的時候 在沿途 我跟大家說 有些朋友在這裡 我告訴大家 我們呢 是 令到這個會議 現在暫時取消 大家都非常開心 但是 不可掉以輕心 大家 剛才聽到知道 隨時都會回來 我們在這裡的責任就是 要保持這裡 有相當多人數 我們希望有更多人 今天來到 好 今天有更多人來到 我們就可以確保 這個會議 不可以再開 好 要來這裡撤回惡法 今天其實 應該在這裡說話的人 是梁君彥 要告訴我們 這個會議 不應該再開下去 今天 應該在這個台上 跟我們講的 是林鄭 是 他應該來這裡 告訴我們 他做錯了 是 他不應該 搞這個惡法 他現在應該要撤回 對不對 是 我們所有香港的老師 我們希望他們都能夠 陪伴香港所有的年輕人 今天我們見到很多年輕人走出來 我們非常之感動 我們很多時候社會進步 是年輕人去動的 我們年紀大的人 也都應該跟我們一起 年輕人 我希望大家 繼續努力 我們要團結 這個場面 是一個團結的成果 我當然也都希望大家 用和平的方法 過去 103萬人 我們無論年紀大 年紀小的人 大家走出來 這個是令到我們今天 成功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這個基礎 就是大家一齊走出來 大家 無畏無懼 剛才 有議員朋友說 我們不可以給任何清場的借口 這個非常之重要 我們就要堅持 我們有計力 去繼續在這裡守下去 各位 教協 我們現在也是 嘲笑 我們積極準備罷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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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 所有的人 一切努力 無論 除了任何崗位 大家努力 千回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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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所有出來的香港人 所有出來的年青人 是多謝你們 多謝你們令到我們今天沒有會開 好 好 但是呢 我告訴你 你們這些人很狡惑的 第一個當然是梁君彥 拖到昨天才公布他的開會的安排 又告訴我們下個星期四要過 這個人是不是狡惑呢 是不是無恥呢 是 是不是黑人爭呢 是 是不是口太大呢 是 我口控大 只是會說謊 是 大口狗 是 是不是一定要叫大口狗 不准侮辱狗 沒有侮辱狗 好 所以 不准侮辱狗 好 梁君彥 是很狡惑的 為什麼他整天 是出糧的啊 但是呢 整天早上跟我們立法會那個所謂秘書長 我們在他的辦公室門口等 完全是不見人的 有幾難啊 不是很難啊 今早我們每個走進來都是這樣上班 為什麼他們不敢走過來呢 不敢 很害怕嘛 所以梁君彥 現在 有些人說 他和那些建制派議員 躲在警署那裏 為什麼他不找我們 和我們一起談 只是和那些人談 為什麼不過來和你們來談 是不是 所以這些就是大口無恥 是不是 是 還有一個 當然就是林鄭月娥了 那大家剛才都說了很多 不用說了 今天在這裏 應該是他面對群眾 不是躲在鏡頭後面 然後呢 在那裏扮哭 騙人同情他啊 騙同情啊 誰同情我們香港人啊 所以 我最後想和一聲 講一聲 雖然在這裏近的距離 我暫時見不到有警員 我就見到我們走出來的時候 整班警員呢 都很辛苦的 坐在這裏吃飯 你們有沒有飯吃啊 我希望和他們講一聲 這裏的人 才是他們的老闆 這裏的香港人 才是他們的老闆 這裏的年輕人 有他們 我相信甚至可能有 執法部門的 子女 甚至有他們的朋友的子女 這裏才是他們的老闆 他和林鄭月娥很親啊 是呀 誰和林鄭月娥很親啊 警察是否應該和你們親 不是和林鄭月娥親啊 所以我勸他們一句 無論他上面給你什麼命令 你 你是有權做 你是有選擇的 就像田北俊說 林鄭月娥有選擇 警察都有選擇的 很多人都罷工的 警察為什麼不罷工啊 警察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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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016年 我全家都是投票給他的 在港島區 羅冠聰 各位 我們今天雖然是 打了一場小勝仗 但我們都是處危機當中 因為這條惡法還沒通過 一天沒通過 一天大家 就要提心吊膽 到底這個大口狗 什麼時候又提回這個法案上來呢 但不要忘記我們去到今天 去到今天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有很多累積 我們有很多次遊行 遊行很多人數出來 也都有很多次的衝突 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今天能夠站在這裏 其實都是有很多人的付出 甚至是犧牲 所以第一件事 是不是要釋放了 在過去 我們為了反送中 所有被捕的 無論是學生 還是所有的抗爭者 是 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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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他一票很重要的人去製造出來 其實很多人跟我一樣 我已經失去了身份 似乎是一個沒什麼重要性的人 但就是因為這麼多人聚集在這裡 我們才能夠佔領到一個地方 才能夠頂住警方無理的暴力 他們在驅散 所以其實我們站在這裡 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付出了他們的努力 在五年之前 雨傘運動之後 其實有一套電影 我覺得大家都可能看過 叫十年 他就說十年之後 就是他就在那構想 他就說其實我們失去了的 很多都是信任 我覺得這五年來 我們失去了 其實有很多同樣都是信任 我們在過程之中 我們會有被很多離間 很多的猜疑 很多的疑惑 而在 無論是過去的佔領 還是今天也好 其實我們會不會一個時間 面對不同的抉擇 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 那個物資站擺邊 醫療站擺邊 我們某個防線收不收 衝不衝 是有很多不同意見的 但我想說的就是 要信任香港人 無論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大家都是香港人 是嗎 是 只有香港人團結 我們才贏到是嗎 是 各位 所以到今天 無論誰跟你的意見不一樣 有什麼手質 大家不一樣都好 要學習信任 要學習溝通 要學習解決分歧 解決問題 我們才能夠團結地找到 我們贏的方向 其實我們沒有人知道 我們可以怎樣做 才有一個完美的劇本 可以贏到下去 但是 各位 我們一定要克制 克制的同時 一定要拯救你的同伴 一定要相信你的同伴 我們這樣才能夠 在這麼艱難的路走下去 所以希望各位 信任你身邊的人 信任你的同伴 有難的時候 一定要出手 拯救他們 希望各位 信任香港人 多謝各位 好 各位 在議會 一講老弱相殘 冷暖人間 你會想起誰 張超雄 好 香港人 我以你們為榮 好 好 我亦都以我自己 作為香港人 因為你們 我感到驕傲 好 我們禮拜日 103萬人出來 有沒有人猜到 沒有人猜到 今天 你們又創造了奇蹟 好 多謝你們 好 我們香港人 真是 真是鼓勵不到 真是鼓勵不到 以為 星期日 20萬 30萬 誰知不是 是過百萬 是 好感動 我們今早 我們回來 我自己的心情 很沉重 因為我們知道 一進入會議 我們就回不了頭 好像跟著一個程序 這個機器 就扯著我們走 到時候 投票 就通過這個惡法 了 但是 因為你們 因為每一個 今天走出來的人 因為你 因為你 因為 現在在 龍河道 在天秘道 在夏國道 在周圍包含著我們立法會 的所有人 今天出過來的人 因為你 我們暫時 停住這個惡法 多謝香港人 好 昨日 我接受一個BBC的訪問 這個記者是很資深 他說因為星期日 英國突然間睡醒了 他說 他們都忘記了香港在哪裡 突然間 一下 很大的聲響 103萬人出來 整個世界震動 這個就是香港人 這個就是你 而今天 我見到的 最多 是年輕人 是你們 是我們的年輕人 是我們的 小孩 是我的兒子 我的女兒 孫就沒得了 你有沒有聽到 林鄭怎麼說 林鄭說 為甚麼要逼年輕人出來 要這樣走到前線 要面對這些暴力的風險 誰是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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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 誰逼我們年輕人出 走到街頭 林鄭 就是他 你收回惡法 我們馬上回家 上學交租最重要 上班 考試 還有些什麼 洗澡 行街 看電影 唱卡 打機 儲錢去旅行 旅行是為了上班 上班是為了旅行 是的 是的 這句我抄了Jimmy 但是今天 我們在這裡找到我們的意義 香港人 我們是不同其他的城市 我們有我們的身份 有我們的驕傲 所以我希望今天 我們的路坑 我們作為爸爸媽媽的 你應該 以你的子女為榮 是的 我們這些路坑 如果正在上班 我希望你下班的時候 我明白你要上班 賺食緊要 下班 是不是來保護我們的孩子 支持我們的孩子 是 香港人 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 做爸爸媽媽的青年人 麻煩大家 出來支持我們的下一代 為香港 為未來 我們一定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撤門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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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回來立法會 經過海庫天橋 其實我的心情是很激動 那時候我經過海庫天橋 其實是見到很多 我們的朋友 在告示打道 一直在對抗 一直在開拓 我們戰具的地方 我自己沒有辦法 在當場 和大家在前線 一起去做 因為我知道我有更加重要的 任務就是要做好 立法會議員的本分 是要去到地方 做好我們的審議工作 但是我也都很慶幸 因為大家的努力 我們今天的會議 去到現在都未能夠招開 哈哈 我昨晚只能夠和大家去到三點了 我知道很多前線的朋友 其實是付出了相當多 我們香港人付出了相當多 那我又要介紹一下一位 疑似反送中議事 這位疑似反送中議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就是 就是 謝偉俊 你們有沒有見到 你看到的樣子 是不是很像大家 你不要認錯 他是建制派的 謝偉俊 他們今天是用盡一切方法回來的 喬裝回來 用不同方式捐進來 總之就要達成他們的政治目的 不過我只是有個感想 你以為抗爭者這麼容易被你扮的 你試試出來 日曬雨林 和我們其中一招組先 謝偉俊 是不是 是 那所以呢 我覺得 有很多的朋友 在這段日子的付出 是很難計較 但是也都相當偉大 我相當之認同 有很多被捕的朋友 有很多受政治打壓的朋友 無論是 10號被速龍小隊驅趕的 還是這幾天 甚至是連送水 都要被警察逗 都要被警察抓 送物資 都要被沒收 我覺得是有很莫名的憤怒 但是我希望大家真的說一句 釋放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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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援抗爭者 釋放政治犯 你說無依說的 不會譴責 OK 不會譴責 是無依說的 Alright 大家是理解的 在龍和道那裏 事實是有些磚頭 我見到有少少驚 我就去問 疑似比較負責的人 喂 龍和道 不要搞啊 你回來這一邊 我們那些人流最窄的 就好些 多些人物窄些 他們的解釋是完全合理的 不讓那些人上班 不讓他上班 鎖住他 是不是拍手 是不是 然後我見到一輛車 我就說 不好意思啊 有輛車掌 司機 我說你撼到應 是不是 現在輛車跪了在那裏 他說不是 我們自己人來了 明白嗎 大家知道的 各位 我們在立法會 對我來說 起碼有一個最勇的議員 他真的很勇的 他勇到 我是最擔心他 因為他也是最瘦的 猜猜誰 朱凱定 朱凱定 因為是朱凱定 大家可不可以真的 拍多次獎給他 他很瘋的 他瘋的 但真的勇到你哭的 各位 我跟醫生差不多都沒什麼聲音 不是很激動的 心情當然很激動 我昨晚 在這個地方走 我覺得 好像全香港 所有的年青人 都離了金鐘 全香港的年青人都離了金鐘的時候 我又發覺 那些警察 他覺得 所有的年青人 都是他們的敵人 神經病 神經病 那些警察 看到有人穿黑色衣服 看到有人戴口罩 看到有人揹個袋 他就說 人家有 伸縮的盾牌 不是伸縮警官 是伸縮盾牌 那昨天 大家知道 我們很多議員有去到 看著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歸宿 那些警察 是 歸宿完之後 我今天 今早 看下樓 我覺得最驚訝的事就是 當警察 是針對 黑色衣服的人的時候 所有人都穿黑色衣服 是不是 是 全部人都穿黑色衣服 為什麼你不是 你守得多少個 我 立即換回幾個衣服 立即換回幾個衣服 或者是媽媽的 如果大家的爸爸 或者媽媽 是駕巴士的 是駕地鐵的 是駕飛機的 是在做一些 對香港人生活很重要的工作 可能大家 現在可以跟他們聊一聊 去參加 參加我們的三霸 霸工 霸工 霸貨 霸貨 霸市 霸市 不合作運動 不合作運動 全面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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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我們 有很多同事 昨晚幾乎全晚沒有睡 所以今天 不是太過齊 切換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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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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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真的要很多謝 由這幾個月以來 以至上個星期日 有100萬的市民 和昨晚一直留守的這幫市民 如果不是你們 我相信我們一班的同事 都拆不到現在 因為我們見到 我們在特區政府 和我們立法會的保皇派 其實真是 行鞋一氣 用盡一切的方法 報求快刀斬斷麻 如果不是我們這麽龐大的人氣 不是你們 我們是不會 起碼今早我們做了成功的一步 就是令他們 群立腐立 一摸一摸 是嗎 是 為何這麼說呢 第一樣 會 要押後 其實不是取消 大家也知道 押後而已 技術上其實取消了 你開不了 不過 沒辦法了 因為我們的大口九主席 隨時可以召開會議 所以 為何大家還在這裏不肯散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第二個 剛才很多同事都說了 你看到 我們今天很多過去牙刷刷的 說我們送中條例很正 沒問題的 那些西環契仔 今天做了西環契弟 是嗎 是 為何這麼說呢 他連走進來都不敢 要喬裝 正說謝偉俊 戴著個面具 有些同事也要找公圈 做了烏龜 原因 因為我們這裏 人民的力量 勝利 是 是 不過 這場仗未打完 今天大家不走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也不多說 大家知道現在的形勢 是很緊迫 全靠大家頂住 這一場 是一場持久戰 一定要撐下去 一定要跟他打持久戰 所以我希望有幾樣東西 希望大家幫忙做的 第一 要保重 第二 真的要克制 第三 我見到我只走過來 可能都是下午時間 喝杯水都要的 我們後面的人 是比今早 稍微鬆散了些 我覺得 一人間我們要一起 幫忙動員 再封關周邊道路 行不行 行 我們要務求 就算他們今天 想偷雞 再一次開會議 明天想偷雞 開會議 我們都不讓他成功行不行 行 在這裏再多謝大家 再多謝下一次 不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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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天下太平 是不是 而第三 我們將會是 四點半 好嗎 四點半 我們會去下角度那邊 我們也是多謝那邊的選民 不是選民 是市民 老實實 各位 當年 在雨傘運動完 之後 我從此 每次開車經過 都在想 當年那裡 那種 佔領的畫面 我一把年多 刺心應該 沒得再看到了 誰知 剛才 真是一眼看下去 真是一殼眼淚 我們為那邊的市民 是一齊 打客氣 好不好 好 謝謝 他們一樣是倒路 不讓那些人上班 好 我們在這裏 參與罷工的一班人 他都罷到半人工 是不是 我覺得真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下一步怎麼做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一局 我們 要打贏林鄭 真是要靠 最多最多的人 一百萬人出來了 大家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如果一百萬人 今天 明天 都過來這裏 不走的話 林鄭敢不敢 提交過 送中條例嗎 不是 真是 大家要想清楚這件事 真的這個是跟大家一個對話 我們 因為為什麼不敢呢 今天 大家這樣 這麼多人出來了 他現在 都縮了 當然我不敢說 下一步 到底 怎麼樣 因為都是要大家一起想 但是我很認真和大家說 等一下 就是 如果我們一百零三萬人 再多些 大家剛才說要賺錢 不要賺錢 香港現在不是一個賺錢的時間 香港現在是一個 是抗爭 反送中的時間 是抗爭 我們出局 昨天 開執委會 我們是響認 民臣說要三罷 罷工 罷市 罷貨 我們會呼籲我們的會員 去罷工 我們會組織 我們會呼籲 我不知道 我們會跟我們的組會談 我會盡我們的力 但是也希望大家幫忙 告訴所有人 現在是一個 全部人 不要再說運勢 不要再說上課 現在是一個 真是大家過來的時間 大家真的想想 希望大家真的想想 怎麼打下去 有些人說 不要了 我們要速戰速決了 但是大家要想一件事 我們是要最多人 才有機會贏 速戰速決 未必是決到 是可以戰到 但未必是決到的 當然我們這裡也是呼籲 因為我們 這裡有很多警方 都包圍了我們 我也是呼籲他們 當然他們可能不聽 大家都可以跟他們說 香港人不打香港人的 我想問警方 你是不是香港人啊 當然 大家很多會覺得 要快些要速戰速決 但是我真的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叫多些人出來 今晚要留守 明天要繼續罷工 我們才可以打贏這場仗 最多的人數 可能大家覺得要快 但是我真的 很認真 和大家說 想想 大家怎麼打下去 我不喊口號 因為我覺得這個 每個人都要去想 但是大家都有一個責任 就是今天未來這裡的朋友 麻煩現在就過來這裡 然後今晚 他一天不撤 大家要留守下去 然後明天要繼續來 一路繼續 罷工 罷市 罷課 這樣來 那我們 才可以打贏這場仗 因為大家未想像過 一個總罷工是怎樣 我都未想像過 香港從來沒有試過 除了百多年前 海江大罷工之外 香港未試過 現在希望大家有一個新的想像 就是全人類出來 看他們的政府怎樣 好不好 大家真的想想 採訪訪問是會出街的 很有趣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呢 聽說只有一間電視台 可以採訪林鄭 那間應該要採訪她 大哥 林鄭原來真的以為自己是習近平 大哥 她真的認為香港是大陸